2021年,套洪波作为首批执行空间站飞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成员 亲历了中国人首次进入自己的空间站的历史时刻 时隔两年,他又将成为重返天宫的第一人 见证中国空间站建设的中国速度和中国力量 套洪波也成为目前为止 执行两次飞行任务间隔最短的中国航天员